大家好,在前面我们学习了文理的概念 那么今天我们就结合前面学习的概念来编程实战一下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如何解析一个DDS的文理 并且将文理应用到我们的模型上面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上一套课程里面的代码 在上一套课程里面我们完成了OBJ模型的解析 并且完成了我们OBJ模型的显示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工程里面继续添加我们的代码 我们今天就以这个工程为基础 来添加我们的DDS的解析的代码 首先打开我们的工程 然后在我们的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class文件 然后我们就来编写我们的解析函数 解析DDS文件 我们只需要对应的路径即可 因此参数我们只需要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就来实现我们的解析函数 首先我们根据我们传入的路径 来打开我们的DDS文件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我们的文件是否存在 DDS文件有一个特征 就是前面四个字节一定是大写的DDS加一个空格 那么我们就读取一下前面的四个字节 然后检测一下是否为DDS加空格 如果是为DDS加空格 那么就说明这是一个DDS文件 然后我们就读取前面的四个字节 然后我们就读取前面四个字节 然后我们检测一下是否为DDS加空格 如果不是DDS文件 那么我们就进行解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解析工作 在DDS加空格之后相连的124个字节里面 描述了DDS文件的所有信息 包括了它的宽度、高度、尺寸、多极渐渐乘数 以及它的格式 那么我们就来读取它前面的124个字节 其中在它的第8个到第12个字节里面 描述了它的高度的信息 在它后面的四个字节里面 就描述了它宽度的信息 然后从16个字节开始 则描述了它的尺寸 从第24个字节里面 则描述了它的多极渐渐乘的数量 最后则描述了它的格式 那么其他数据则描述了其他的一些信息 在这里我们就不做多余的考虑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读取我们的图像数据 首先我们根据多极渐渐渐乘数 分配完毕之后 我们就读入我们的数据 读取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我们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来判断一下 我们的格式 在这里我们先定义一下 我们的格式 如果大家看起来 我们可以用这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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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获取完我们的格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通知GPU 创建我们所需要的纹理 首先我们创建我们的纹理 然后告诉GPU 我们需要使用这一个纹理 最后我们就需要来上传我们的图像数据 到GPU里面对应的纹理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就来便利我们的多级纪念层的数据 传入我们每一级的数据 首先我们需要计算出来我们多级纪念层的每一层数据的大小 然后上传我们的每一个多级纪念层的数据 其中这一级纪念层的数据 其中这一个level则表示我们的多级纪念层的数据 0表示我们的最高的一个多级纪念层 level越大 说明我们的多级纪念层的尺寸越小 我们的多级纪念层的数据 在这里 大家需要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讲到的多极渐渐纹理的创建过程 然后再结合这里我们的上传过程 在这里DDS包含了多极渐渐纹理的每一集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 我们程序就不需要来手中创建每一层的文理数据 在这里我们只是上传对应的每一层的多极渐渐纹理数据 当上传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撕放掉我们的内存 然后返回我们的文理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DDS文件的解析的一个简单的过程 然后我们将这种代码添加到我们之前的模型的显示里面去 让我们的模型可以显示我们的文理 那么我们引入我们的图文件 然后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定义我们的文理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文理添加到我们的工程里面来 这一个就是我们使用的文理 这一个OBJ模型是我们现在使用的OBJ模型 我们都将它添加到我们的工程里面来 当我们的文理创建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里就需要修改一下 我们之前的零点着头器和片段着头器的代码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零点着头器的代码 在这里我们的零点着头器的代码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片段着头器的代码 在我们的片段着头器的代码里面 我们之前使用的是将我们的法线当成了我们的颜色作为输出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纹理坐标对应的纹理元素 当成我们的颜色输出 那么我们就对我们的纹理进行采样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纹理 这一个是我们的纹理坐标 这一个坐标是我们的顶点着头器传入到片段着头器里面来的 那么在传入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被进行差值 而且是正确的差值 经过正确的差值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纹理坐标 那么通过这个纹理坐标 然后在结合我们之前讲到的几种过滤器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对应的正确的纹理颜色 然后作为我们的颜色输出 然后我们就需要来将我们的纹理绑定到我们的坐标器上面去 那么在绘制三角形之前 我们就来启用我们的纹理 然后我们修改我们的模型 为我们的新的模型 最后我们运行下我们的程序 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正确的显示出了我们的木桶的这个模型 以及它对应的贴图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在下一节课程里面 我会为大家讲解到 关于纹理坐标的一些基本应用 感谢观看